大家好,今天我主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关于澳洲新通过的一项法律对伴侣签证的影响 这个伴侣签证指的是同居的伴侣签证,可以是同性的异性的,结婚签证或者说将要结婚的,perspective marriage这种签证 这个新的法律是在去年的12月份已经passed,这个法律就叫Family Law Amendment,Family Violence and Other Measures Act 2018 它在12月份在议会已经passed,但是它现在要等的一件事情就是Royal Asset 这个因为呢,澳洲还是根据英式的法律系统需要皇家的认可 那么实际上这个只是一个程序问题 据说它是已经通过了,时间来确定而已 然后确定之后呢,它需要一些policy,一些规定来跟这个新的法律进行吻合 这个法律本身呢是属于家庭法 这个家庭法的意愿呢是保护儿童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影响 那么这个新的法律对现在的新的澳洲的伴侣签证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现在说分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到移民局的网站官网上面说 如果你要你要带你的伴侣来澳洲 那么你的伴侣就说你的申请你的担保人是澳洲的公民 您担保资格是什么样的人有担保资格 首先呢,您担保人必须是澳洲公民或者澳洲的永居 如果这个担保人是长期在国外居住 那么要证明一个事情就是他如果入境之后 是希望长期在澳洲居住的 这个新的家庭法对伴侣签证的影响呢 主要有三大点 第一点,他会延长申请的时间 那么什么意思呢 因为新的法律通过之后 他需要对申请担保人的申请资格进行审核 他最主要的是考虑担保人的犯罪记录 如果担保人的犯罪记录 什么样的犯罪记录会被记录在案 任何对有儿童有伤害的这种犯罪记录的话呢 是非常危险,是非常高危的担保人 任何犯罪记录是有暴力倾向的 这种呢 包括入室抢劫这种都是有暴力倾向 这种担保人是非常高危的 或者任何与性方面的有关的 即使是隐藏儿童未成年儿童的那些照片的 这些担保人 这个是非常高危的 移民局在审核这个时候呢 会花非常长的时间 现在预估他们到时候会花六个月时间 那么在这个对申请人境内的申请影响最大 因为您知道就是现在我们的澳洲的签证 旅游签证 除了父母担保内的签证呢 除了儿女担保父母过来旅游的这种签证 大部分的旅游签证所有的旅游签证都是待三个月时间 也就是三个月你必须要离境 对吧 三个月是指你最长可以待在澳洲的时间 那么如果说境内申请的话 以前呢 是有些人是境内拿着旅游签证入境 接下来申请伴侣签证 因为呢这个时候呢他没有担保人的申请的等待 他可以直接递交 然后有一个过桥签证 但是如果我们新引进的这个法律会有一个担保人的申请的需要 这个申请本身需要花六个月时间来完成 也就是说这个申请人入境之后 他等待这里的三个月时间不能够顺利的递交他的伴侣签证 在这个过程是怎么办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必须要离境 但是离境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第一次离境入境的时候 所待的时间呢 是不能超过三个月 第二次你又入境 如果这个中间有什么问题 你第三次入境会有问题的 因为就能够证明说 你在澳洲是 你的需要并不是旅行 不是短期旅行 而是想居住的 那么你会被在住境的时候 有可能会被拒绝入境 即使你有来回的机票 当然如果你没有买来回的机票 那是肯定被拒入境的 是吧 因为如果你之前有两次入境的机 而且待的时间都够忙三个月的话 那第二个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 对申请人的这个需求 那么申请我们具体的条款 不知道 但是有这几个条款 有可能会会发生 第一就是说 申请人可能需要等待四年时间 才可以申请国家福利 公众的福利 第二个申请人要证明 担保人要证明 他可以让申请人在澳洲居住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会对担保人收入有要求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假设我们现在对申请人说 OK你不允许四年之内 不允许你政府的福利 那OK那你说是怎么样能够让你满足这个条件 要不然你是担保人工作 要不然申请人工作 是吧 申请人刚入境可能找不到工作 那担保人要工作了 所以那些无工作 无收入的担保人 在申请的过程中 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办法 满足后面的条件 当然所以现在在法律上面 还没有真正实施 Policy还没有imposed的时候 最重要的建议是 能够尽快的递交 放在这个系统里面是最好的 然后如果您不能够在这个时间递交的话 您在递交签证的时候 跟任何您的中介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必须要非常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然后确定说您是境外递交 还是境内递交 然后再来谈订阅 然后再来谈订阅